我相信香港政府制定反蒙面法 將會是最有效的程子 蒙面黑衣暴徒的辦法之一 現在大家看看這個影片 他戴著面罩就很兇 除了面罩之後就沒有面見人 這就是今天的黑衣蒙面暴徒的爭面目 希望大家以後對這班人 不要打他,因為這是雙人 除了面罩,他們不能見光就會離開 希望大家和平相處 下午午休息一下 下午休息一下 地平安